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東西在我們網路上 跟我們購買後 我們怎麼到車行來使用這一罐 車行他會怎麼去施工 這邊會透過這個影片跟大家簡單的介紹 那我們先從肉機油開始 這邊可以開來看一下我們準備的工具 今天是以JR100畫油下去做一個施工的範例 所以一般官洋車拆螺絲都是17號的踢缸 那我們就先從肉機油開始 在肉機油的時候我們可以檢查一下機油的他肉下來的狀況 他的清潔度 跟他現在行駛一段公里數後 他的粘稠度還夠不夠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他的粘稠度其實還算有 清潔度也OK 這邊有一個習慣小動作 我們都會把螺絲稍微做清潔的動作 因為可能這邊會有一些 沾東西會吸附下來 所以我們都會拿一個布先下去擦 這個習慣 我這邊這個都會稍微擦拭一下 好我們這邊上個影片有提到 我們在轉螺絲進去的時候 我們都會先用手轉進去 這個做法就是可以減少我們機油 螺絲鎖圍圈的時候嚇到肉 好我們確定他有鎖進去了 然後就鎖緊 稍微鎖緊就好 不要出太大的力量 把雙齒蛋打開來 拿著我們的產品到車行的時候 有兩罐 一罐是加汽油的 一罐是加機油的 那你拿給車行的話 車行他會幫你加進去 很簡單 你就是把它打開機油這一罐 內藍引擎進去 你就把它加進去就可以了 選到 機油的選用呢 可以按照你的騎乘方式 要去選 那我們今天挑選15W50 好那這一罐是 華泰機車行 他推薦的 那我們覺得還不錯用 好所以就 今天我們就使用這一罐 那這一罐機油的特性呢 是 黏重度比較厚一點 那保護係數也會比較高 那這罐100它是 交換量是700CC 那所以我們要注意一下 我們的 加入的那個機油量 記得這邊一定要鎖緊 我們要先確認 油箱也沒有滿 那油箱沒滿也沒關係 可以先加入 然後等一下再去 加入這樣加入就可以了 OK我們加入 是油路系統進化器 加進去 然後記得 記得 整個全部施工完 發車一下 運轉一下 OK 就這麼簡單 非常簡單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的 產品使用的 方式 怎麼到機車行 機車行它怎麼去施工 你拿給它它 它怎麼會去使用 就是這麼簡單 就只要把這兩罐機油 這兩罐藥劑 分別加入機油 跟汽油 這樣就可以了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 餐廳使用 就是到機車店的使用方式 非常簡單 謝謝各位